我想这个事情确实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这个比较物理看花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一个多月前的第一次搜索大动作 但是到最后是无保的 无保那现在呢是80万交保 但是女儿还是无保 农业处处长还是无保 因此我们讲是说 那到底现在县长的涉案程度 我们不得而知 可是是不是真的有如此的罪证确凿 这一点也要请检调好好的告诉我们 而且现在说上一次搜索了这个官邸 那时隔一个多月之后再次搜索官邸 我只一个最一般常理的问题请教 检调你想要搜索到什么 如果一般真的 如果真的有什么 也许早就已经处理相关的证件证据了 但是最重要还是说到底这个事情 该是清白你要还清白 而不要一味的用 为什么大家会一直觉得是说 这是政治动作大于实质的一个检调动作 当然我们追求的是误网误众 可是你也应该要说清楚 因为一个民调1月13号的时候 当时林芝庙县长的民调 都对比民进党很有可能的 这个县长人选还有领先13% 但是到目前为止 现在民调已经缩小范围差距了 也因此我们当然外界会看到是说 当这样的一个搜索 其实某种程度上真的确实 政治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还有外界都知道 所谓的公文二层觉醒 那既然公文二层觉醒那就代表是 县长有些决策部分 他本来就有充分授权 这个是所有的地方自治 或是所有中央部会都一样的 有些觉醒的部分 就是由不管是副县长 不管是局处首长来觉醒 所以如果县长根本没有 觉醒到这些公文的话 那你最证据到底是什么 这一点一定要厘清 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一样 就是说现在民进党就是剑指 2022年 所以说上一段节目谈到的 台北市长选举 我只问一句 陈时中你回栓蒋万安说 要选举就专心选举 那我们也一样 这句话原封不动 也要还给陈时中指挥官 因为陈时中指挥官 你看起来很想选台北市长 不可没有错 但是台北市目前的问题 其实台北市不是前段班 台北市跟1994年赵绍康先生 那时候参选的时候 其实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那个时候1994年的台北市 我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向上的 但是现在台北市 第一人口已经减少了 第二建设是牛部化的 过去这八年大的建设 并没有如期如时的在进行 还有第三国际化的优势 已经不在了 这两年的疫情 我们没有把握这两年疫情 好好的去盘点台北市的一个 国际化的一个部署 也因此现在任何要参与 台北市选举的人 都应该提出愿景 而陈时中指挥官 如果说现在你还在防疫作为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做好 防疫的超前部署 当然将来有一天 你要变成是台北市长 候选人的时候 疫情能不能好好控制住 这一点也要请陈时中指挥官 好好的回答清楚 好吧 这个林志庙民调 他原来领先很多 他的对手是民进党宜兰市长江中渊 那这个上次元月13号被搜索以后 他的差距缩小 只有领先12个百分点 所以看一下司法还是有用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那朱立伦升约林志庙 说司法不能变成政治攻防工具 而且不要用司法试图操纵 控制选情 那当然有人因为林志庙台北新北市跟宜蘭 其实才有地方接壤 所以有人就是问侯友宜 侯友宜低调未雨 说案子还在争办中 我不发表任何这个谈话 来 赖伟 有关这个林志庙县长 这个形式上内容说侦查不公开 可是报纸写的实在是继续民意 就是说这种侦查 跟大家对司法的不信任 就从这里很清楚 就是大家会声会饮的时候 一则如果是这样 形式上就已经影响刚刚讲 从民调来看 结果就已经出来 那第二就是说司法的公正性 跟司法有没有介入 作为一定程度打击政敌这个部分 那要很具体的讲哪个案子 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直接讲 但是大家的怀疑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手段工具 操纵在执政党的手上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觉得是有政敌之间 就会被过去讲的好听一点 叫茶水表 就是说连茶水表都可能动恶人心 所以我是觉得执政党要很谨慎的处理 这个时段特别是各这个地方 2022的这个选举已经启动的时候 能不能就是在这地方很清楚的 就是本案是怎么样 然后呢形势上面呢 跟刚刚讲的选举关系 真的你们能够很清楚的交代 不然我觉得不管哪一个政党 大家都不希望是这样子被恶意的操纵 那第二个我觉得形势上刚刚那个 因为孟凯谈到这个陈始终 你刚刚提到陈始终还有台北市的建设 我想这个淑慧是议员 监督市政是不落人后 那柯P有没有建设 有没有一定的成绩 那相对来讲 不管大家认为说 是不是在一个大型建设上面 好像看不出绩效 其实是有做 而且在这个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力道上面 并没有太落后 所以不是说这个谁来选台北市 然后呢就是大家互相沦为一个 现在只是用政治的政党关系 来勾勒人的特色跟专长 不应该把努力一笔勾销 所以我觉得林芝妙县长也是一样 他为什么在宜兰那个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知名度 或者是他的民调高 一定有他特别在执政跟用心的地方 所以不应该用一个事件 就整个抹杀什么 行政兄到底林芝妙就是 因为之前年宽恒就被打了提无完覆 就被会不会将来民进党这个有效 就开始打这个林芝妙 那对选情有影响吗 绝对有影响啊 你光光这个这个不要说对全国选民 宜兰县民大家一定就会怀疑说 这真的假的到底有没有 然后你短短时间一个月左右 你两次四十天两次 这个他是一个县长 是一个县任的县长 他还不是一个卸任的县任的县长 然后你那个县务会议开到一半 大家都不晓得县长为什么没来 他被抓去了被抓去问了 然后大家都人心惶惶 所以今天最后你看他交保八十万交保 还是八十万交保他不是五宝 那就更加让人家怀疑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今天大动作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感觉上就是检方调查方做了以后 然后法院那边你看他有一些在判断上面就跟你不一样 可是那个模糊印象已经造成了 那你最后我相信今天搞不好很多人不知道他交保出来 我刚刚来上节目之前是我助理跟我讲说 县长交保了他女儿五宝四回 我才说真的 不然我还以为他还在里面生压禁建 所以这样那个一开始爆出来的标头是生压禁建 那是非常严重哦 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到生压禁建 一个现任的县长被生压禁建 那通常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效 我认为在媒体上一定有他很大的效果 你今天看那个报纸 哪一个报纸是做头版的 然后做非常大的篇幅 在报道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尤其连结到年底的选举的过程 我在这边要再次顾问就是司法不应该被利用 也不应该被操纵 我们国家之所以民主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司法还可以独立 可是今天如果说 执政者 然后今天各个政党面对这样子一个司法的操作方式 我们通通都没有意见的话 那我必须讲 那我们跟其他的这些独裁国家又有什么两样呢